我家的玉米长出来了 全部长出来了 就是有一些 明明是放两个种子了 但是它就长了一个 这个是放两个又长三个 这肯定是放种子的问题 肯定是放种子的问题 它有一个没长出来 它两个是因为有一个没长出来 这个也是一个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谭 刚刚回到家里 先来看一下我这个玉米地鲜 你看你那个豆腐渣 风那么大的 豆腐渣 我们不应该买这种 太宽了 应该买那种 两公分的 这个是四公分的 反正你说了吧 晚上你几点时候买小的 然后你就买宽 太宽了 它就容易那个 刀那个风 风一吹它就不够粒 双柴 出来 你滚出来 还有你这个 它踩不死 这个一脚上去就踩死了 废话踩不死 你这个玉米那么嫩的踩不死 小布点踩这么一点点 怎么可能踩得死玉米 它一脚下去它就断了 那又踩不死的 不等它出来了 可以啊 把它关到基隆里面去 我看到那边都有好多 被踩了是不是 是啊 明天把它关起来 桂林这边的这个天气 真的是冷 今天中午早上我们 柳州那边 我来说还是穿短袖的 到这边要穿羽绒服了 他要 他要拿那个木头去烤火了呀 烧火 明天吧 那边还没弄啊 那边那个草它还要吗 要啊 他要啊 要的话就打进去 但是我们 我们这边的玉米 后面种的这一体还没长 你现在如果种这边的话 到时候它可能会 那个花粉飘到这边 会成杂椒了 等你打完地它都差不多长了呀 它透过开花期 收粉期就可以了 那你要想想 差要时间这样子才行的 为徐姐 徐姐比较专业 这些不是很多朋友说 又不怕玉米种了 又不是这样种的呀 那它还不是长出来了 是啊 所以听徐姐的没有错 因为它种过是吧 对 小鸣点 小鸣点 过来 回去 放柴 走 不能踩我玉米 你踩我玉米 我就把你给踩死 你信不信 还有你 要踩 踩死你更容易 要踩 不踩 你为什么不废它了 你那天是 眼睛灯不开呢 还是干嘛呢 废它 废我呢 养你那么大 你废我啊 是不是你废我啊 走 回去 去机场那边看一下 因为几天没有回来了 去那边看一下 有没有鸡蛋捡的 这颗玉米是 是哪一个的杰做的 这一 不是 这这怀疑是 有东西挖的 你看 这个是有个洞的 每个地方都有个洞的 这个是一个洞来的 是不是 不是我挖一只鸟 鸟一只鸟 它会挖下面那个 明天要出去弄一下这个 这边好像都没见长 这一排 一颗都没长的 就前面那里长一点点 去机场看一看 挖这个鸡都没有进鸡笼哦 还没黑吗 全部跑出来了 看一下有没有鸡蛋捞 先看一看鸡蛋 我觉得还是 把那两个狗给拿我来 把它挂到这里面去 把它挂起来呀 只要鸡从那里过 都是绝对没有命活着的 它出戏了 应该讲不会的 你妈 你问一下你妈 你问一下她妈 已经吃了多少只 尊尊咬死了鸡 花货年的时候 年后我去那里的时候 都吃了几餐了 就是一只 她秘密定咬了两只好不好 还有个鸭子 还有个鸭子 这个扫子弄的这个阶梯不错 要不以前走这里老是 要被摔倒的那种 好 我来收购你的机场了 可以养 堂哥养这个烟鸡可以 够老了 明天问他找一个 先看一下有没有鸡蛋 主要是鸡蛋 下午他也会生蛋了 不一定早上生的 这个竹林 之前很多很多杂草的 你看放鸡进来光秃秃 所以养鸡呢 基本上这些杂草不用去掉的 因为鸡自己帮你踩 踩死的 有吗有大吗 他肯定是下在外面的呀 他不会下在这里 要买一批那种很小的回来养 嗯 这样子应该搞搞鸡窝给他们 他们下蛋的地方 这样子找蛋怎么找 什么三片里的找啊 不知道啊 他们现在活动区运行不特别大 到时候他们活动到那边 那边去的话可能就更难走了 是啊 现在他们刚刚熟悉环境 已经 活动区已经挺大了 这半边山都出了 你这个找个鸡蛋要 要马上跑了 这个有点难度哦 有没有小鸡啊 现在你怎么数 你不懂怎么数啊 晚上回来 他们进笼里面再数的差不多 活到一个寄室了 你宰到哪里去了 我在这里滑了一脚 这不是基石 这是那个 这里是 哪里 这里是一坨基石 我就这样摔 然后就摔进去了 这个还是湿的 刚好看到这里有竹笋的 看一下 长出来了 这个 刚刚长出来的 两天就可以了 两天就很高了 这里更高的 这个更高的 明天吧 后天 后天 它就很高了 可以吃了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机场里面的这个竹笋 只有我们给摘了 因为我们已经上手了 没有别人 可以进来 进来拿竹笋的 有蛋吗 这样子找蛋 吃应该不会吃 就这样子 这样子下蛋 我们都找不到 干嘛 累了 可能这个鸡还没到下蛋的时候 前两天都捡到几个鸭 那个是大哥 就那几个大鸡 那几个鸡 我去看一下 有没有去既然 没有,这么早 不可以打架 这个大了 这个小了 牠是不是饿了 好凶 壞了怎么会打架呢 快点吃多点长大个点 要报复牠 现在准备围续了 天气开始凉 真的这边有点冷 我觉得这个机场 这里应该要装几个摄像头 因为怎么说呢 我们本村人是没事 但是难免人家一些外 就是隔壁村的 人家进来摘果 或者是在这里面玩的时候 看到我们这个机场 里面啥都 就是摄像头啥都没装的话 可能就会让人家去起疑心 所以我觉得还是装几个摄像头好一点 这样是比较安全点 本来我还是想把那个 那两个狗 把他们带我来这里 至少说是像鸡在那边 我就关一个 关一个狗在这边 这个门口这边嘛 另外一个就在 机场那边嘛 这样子把它关起来可能好一点 小九说那个 蹲蹲爱咬鸡 所以呢就 啊 后面再决定吧 摄像头是肯定要装 因为不装摄像头 这个不安全嘛 刚刚跟小九聊了一下 小九说 关于老蟹的事嘛 嗯 他又说嘛 反正现在就是忙的时候 老蟹就是帮一下忙 不忙的话也 也没啥事做 而且还要开支伙食备这些东西的嘛 然后他又说 嗯 不愿意去承承担就是多一个人的伙食费 其实啊 也对 但是我也 不懂怎么样 就跟老蟹说 这个事情 真的 他说他是过来这里学习的嘛 那我又不可能说 嗯 赶他回去是吧 赶他回去那毕竟就有点 太太太那个了 以前他也帮过我 挺多忙的 就是以前我开餐厅的时候 他是做那个水电工的嘛 开餐厅的时候 他都是白天他自己去外面 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晚上才有空我来 啊 帮我装那些水电 他也没有提过一分钱的 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提过 都没有提过 我很大很大一个餐厅 都是他帮我布置那些县的 有时候到 忙到凌晨 两三点钟 他也要帮我弄 所以呢 有些东西 不懂怎么去开口 是吧 人都有困难的时候 如果是说小九他不愿意去承担 这个费用的话 那就这些伙食费的话 就算到我自己 我这边来嘛 因为人家帮过你 你不能太过万富裕嘛 人家现在也有困难 如果能教的话就 尽量教是吧 他实在学不会 那就没办法 但是起码 包吃 包住 这些东西 我最起码的就是 也要帮一下他 现在准备回去了 嫂子今晚做个大餐给我们吃 小九回来了嘛 他又搞了一个排骨 排骨炖那个大薯 大家有吃过大薯吗 就是有点像崴山一样的 他是很大个的 他不像崴山那么长形的 他那种有点像红薯 比红薯大很多的 比红薯大很多的